现在的朋友啊真的 你看我出国刚回来的时候 我有俩朋友 说给我点钱 还有一个就上回我说那发小 我说你挣多少钱 他说我挣两千多块钱 我说你给我多少 他说你不上班我给你个八九百块钱 这是几几年的事啊 那是07年08年的时候 那那会够仗义的 那会钱也 不是 这就是一种信任 是 他就觉得 哎呦你这没没钱 这个这怎么生活呀 是 是吧 这是纯哥们知道吧 我只是碰上俩 就是主动要给我钱的 那这种朋友应该好好珍惜 那肯定的我得珍惜啊 是 那你说发小 我还碰上发小什么样吗 我下班 我说我这没工作取钱 我说你给我多带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没借我 我没 我没借您 完了 还得到我们家 你知道吗 还得损我 没借您一千 然后您有点事 没借您一千 然后到您家 还得损您 损我一顿 你还跟我借钱 你看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所以说现在别说什么发小 嗯 没有用 我没用 什么同学啊 发小啊 嗯 那只是一个符号 哎呦 就是说咱们曾经在一块生活过 一块长大 是 但是你谁了解谁啊 是 对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 借钱这个事啊 嗯 全大家还是都慎重点 慎重 是吧 有的人借钱跟你借钱 我买房去 我投资去 是 那你买房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没错啊 那你投资我不会投资啊 还有人要带着投资啊 嗯 那我不会投资 我傻呀 是啊 从我这拿钱 他投资去 他挣钱了 哎呦 这人他妈的我都不知道脑子是 进水来是怎么着 你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 人家也敢张嘴现在 是都敢张嘴 对 他也不管你怎么着 他真敢张嘴 是啊 知道你有多少钱 哎就是我用用 你说你不借他 哎呀 咱都不错 你说你借他 借他 你干嘛是啊 是啊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真的 干什么事呢 还得思考 先思考 嗯 是吧 我现在就不像以前了 谁跟我借钱呢 真对不起 我得考虑考虑 是 你哥以前我这都不用考虑 用拿走 是吧 你有困难吗 对 你现在那么多 你借去呗 哈哈 那得还利息 朋友借钱不还利息 我不 我就没利息了 我的钱 我各银行 他不过百分之百分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利息吧 是 那各是 可银行肯定给是 对啊 那你所以说 那你不是有损人利己吗 所以大哥借钱那时候还需谨慎 必须谨慎 我圈大家必须谨慎 你可以救急 但是真救不了穷 没错 是吧